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逛一下刚入秋的Valive View 那这个小菊花的价格是7加币 他们家的装饰也改入了秋天的装饰品 以及一些桃盆像这种蓝瓜形态的 当然少不了的是种球 也就是秋天种下的种球 然后会在明年春天开花 包括大花葱啊 郁金香啊 水仙等等 老普的种类会稍微多一些 也会有一些特殊品种 价格也会有点不一样 这款卖绿绒价格是8加币 旁边的是我今天比较想来看的 这个是中文叫做绿色天堂卖绿绒 应该算比较好养的一款吧 因为我看到大家分享的经验来说 这一款相对来说 对于环境啊等要求不会特别的高 娘还不错 这个是10加币 叶子已经比较的大片了 其实这两盆都挺好的 右边这一盆 你看它的根系已经冒出来了 只是它的一片有一些受损 最后我把左边的这一盆带回家了 那还有一些其他不同品种的卖绿绒 我都大致给大家拍一下它的价格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卖绿绒价值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但是我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新的品种 还没有标上价格等等 叶子是这种青绿色的 每次来我都会再来看一下 这个泰的龟背竹 有没有特别好的状态的一颗 这些苗已经比较的大一片了 我觉得这一颗还挺好看的 这个颈 价格还是跟之前一样 四十 这个应该是一颗万年轻 很小的苗 但它的叶子特别有意思 是有一点这种毛绒质感的 价格是八甲笔 还有一些其他的曼绿绒等等 这一款价格是十九 但是我觉得还比较大颗了 一些范萝拉米亚加用草 这个圆圆的叶子还挺可爱的 所有的椒草都是6加币一盆 这里上了一个新的品种的椒草 它的叶子正面是深色的 然后背面是这种红色且纹路比较的清晰 有一些球篮 这个是小盆的球篮价格是20 目前是两个品种 这个一帆风顺价格是10加币 很饱满了 这一颗价格是25 一些绝类植物价格都是4加币一盆 也有大盆的价格不一样 那这个一年生的小花吊篮价格是5加币 开始清仓了 油画婚礼价格是5加币 还有一些金钱树 这个是黑色的品种是15 也有大盆的绿色品种 也有大盆的绿色品种 你看这里还有特殊品种的 这个花瓣是卷起来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